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拨印这些演员字表的时候 你就会离开现场了呢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单字 就是我们电影看完之后 画面跑出许多演员名字的 还有剧组名字的列表 这种东西我们英文叫做closing credits 中文指的就是片尾字幕 片尾字幕的定义是 电影、电视节目或游戏结束时的演员 或制作组员列表的跑马灯 除了剧组成员 片尾字幕还可以包括赞助商 发行公司 为作品撰写的音乐作品 或各种法律免责声明 如版权等等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例句 片尾字幕后通常会有彩蛋 所以电影结束后请不要马上离开 电影的片头英文称为opening credits 许多电影在剧情开始前都会有一段独特的片头 最著名的例子当然就是007系列的电影 有片头当然就会有片尾 而片尾的英文就是closing credits credit这个单字它有许多的意思 有时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学分 但是在谈论跟金钱有关的话题时 它也有余额或信用的含义 像比如说信用卡 英文就叫做credit card 我们同时也可以使用credit这个字 来指赞扬或是认可 最后credit这个字 也可以指定结束时 在屏幕上滚动的演职人员名单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closing credits 指的就是片尾字幕 近几年来有许多的电影 在片尾字幕之后都会有彩蛋的画面 不过英文中通常把这样子的画面 称为是字幕后片段 英文就叫做post credit scene post credit scene post指的是之后 credit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演职人员名单 scene 指的是画面 那么在中文则是用彩蛋这个字来代替 通常片尾的彩蛋 是幽默性质的片段 也有可能是幕后花式 也经常被用来当作 事集或相关影片的前导预告 然而在电影这门学问中 彩蛋其实这一词 又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意思 通常指的是在影视作品当中 不易被注意到 但却有特殊含义的细节 最有名的例子 应该就是前几年上映的 《异集玩家》这部电影 导演Steven Spielberg 为了要向某些电影 和某些电玩致敬 整部电影当中有许多隐藏的画面 让观众一边收看电影之时 一边又可以享受寻找彩蛋的乐趣 而这时的彩蛋英文就叫做Easter Egg Easter Egg这两字 源自于复活节寻找彩蛋的习俗 所以下次不要再把字幕后片段 和彩蛋搞错了 今天的早自习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